稱讚一點 他的位置的間距 是寬敞 非常棒 因為台灣很多司法球場大部分 像我男生 我的膝蓋一定會頂到前面 但我剛才在裡面那個大巨蛋裡面 前面都有空間 所以整個寬敞度是非常高 經過這個大巨蛋測試賽 你們觀後的心得 我覺得那個前半段的 那個視野蠻明亮的 可是你到後面的時候 然後最後就有點偏暗 會不會上面的感覺 會不會上面的感覺 其實我發現日本巨蛋他們那個 斜率好像調整得比較完美 就是每一個階層 他看到球賽的這個位置 跟角度都不會被打住 但台灣的現在大巨蛋 看起來好像也比較偏 台灣室外球場的感覺 就是可能有時候前面比較高 會被打住 我覺得基本上已經算滿完整的 但因為我們是剛從日本巨蛋回來比起來 對 好像會比較稍微有這個座場 但其實在台灣看起來 基本上就是 已經很舒服了這樣 對 我覺得比我們室外球場都還得舒服 稱讚一點 他的位置的間距 非常棒 非常棒 因為台灣很多司法球場 大部分像我男生 對不對 我的膝蓋一定會頂到前面 對對對 我還有一次這樣被人家掀的 拜託不要都聽我椅子好了 聽說你放的 對 然後 但我剛才在裡面那個大巨蛋裡面 座位 前面都還有空間 所以整個寬敞度是非常好 那你們覺得當坐起來 椅子舒適的感覺跟冷氣這些 都很舒服 然後椅子的部分 我有注意到東西巨蛋椅子是容固的 它是軟的 因為它室內嘛 我們室內它就沒有下雨的問題 對對對 所以 東京巨蛋的椅子是容固的 它的坐墊是容固的 但台灣是一樣 是室外硬式的塑膠 但是它有那個流線型的 對對對 靠背 流線型的設計 可以靠著 也是不錯 對對對 我沒有去過其他巨蛋 所以我覺得 對啊我都發九分 我覺得在台灣已經上課 很好的 我也大概在六分到七分 但因為我很想看到它 今天不能上課 對 而且以球面的角度來說 其實旁邊的商店街的氛圍 跟它的整齊程度 也很重要 所以 因為 日本巨蛋 東京巨蛋 它整個給人家感覺是很舒服的 它整個商店也是乾乾淨淨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蠻想知道 之後假如有 一些廠商進駐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 會有商品部啊 或者是一些 對對對 期待商場這樣 今天那個商場只有兩家 一家喝的 一家吃的 對 所有人 所有人都吃肉乾 我想說 突然肉乾變這麼有名的零食了 剛好 還是因為有 我好想說 我們很快 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們都會不會 發生 沒有 有 有 沒有 有 有 感谢观看